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日本的年度工资谈判 也就是春斗 在15日总算是落幕了 而为了要响应首相岸田文雄 他呼吁企业要调薪对抗通膨 最新来看到日本的多家大型企业 他们宣布要来大幅的调薪 而这将会是30年来 最大的一次薪资涨幅了 事实上日本在每年的2月 还有3月左右 都会来展开所谓的春斗 这是日本的劳工 他们争取加薪的一个重要时节 会有超过300家资本额 10亿日元 也就是换算新台币 约2亿3000万以上 或者是拥有至少 千名员工的大型企业 他们会各自的和自己的工会 展开劳资谈判 今年春斗的平均薪资涨幅 大约是落在3%左右 创下1997年 那时候调幅2.9%以来的 近30年最大的一次涨幅了 不过正好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春斗在谈判之后来看到这一次的调薪幅度 最大的企业就属于当地的各个大型企业了 来看到的是包括了丰田汽车 也就是Toyota Motors 这一次薪资涨幅是20年来最大的 日产汽车Nissan的部分也跟进平均加薪幅度是12000日元 换算新台币达到了2725元 是近19年来最大 而且还会有年终奖金提高到5.5个月 除了汽车产业之外来看到是日本的电气巨头 日利集团 基本薪资的部分也会来做调涨 将会增加大约是7000日元 换算新台币大约是1590元 是1998年以来最大涨幅 另外来看到是扎晃啤酒株式会社 也会调涨它的基本薪资9000日元 是新台币2044元 是近40年来最大的一次涨幅了 整体来看我们带你来回顾 日本近几十年来经济 可以说是已经长期陷入停滞的状态了 在1990年初期的时候 历经了泡沫经济引发通缩 当地的薪资就因此长期的动涨 根据经济合作剂发展组织 也就是OECD的数据显示 从1990到2021年这30年之间 平均的薪资涨幅只有6.3% 不过在同一个时间之下 来看到是美国跟英国的 平均薪资涨幅 确实已经超过了50% 这个比较可以看出来 差距相当的大 日本的2021年平均薪资的部分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换算新台币大约是 121万6334元 只有平均薪资最高的 美国的一半 平均薪资更是七大工业国 G7中最低的 因此这一次企业带头加薪 判打破数十年薪资动涨的魔咒 以上是热解的 怀疑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疑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